今日之點,小片給大家看看,連上網都要靠大陸的台軍 毒癮難撕的民進黨當局經常叫囂 要封殺大陸的產品進入台灣的軍用設施 誰知處處設防變成處處破防 早前有台媒踢爆,台軍的避彈衣除了標籤台灣生產之外 實際上就是餘架包換的大陸製造 近日台灣基進黨召開記者會,批評南沙太平島駐軍無法使用台灣電信公司的訊號對外聯絡 只能夠使用大陸中國移動4G網絡 蛤?不是吧?他們不是很有吉思說不用大陸的產品嗎? 為何連上網都搞不定? 說實話,你們有沒有付錢?不是想爆黃網救武品吧? 按照基進黨的說法,他們收到太平島上的士兵投訴,暫網速非常慢 於是他們學長就建議他們開通漫遊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中國移動的訊號 比起台灣的中華版電信快M倍 所以幾乎全島人都在用中國移動上網 台灣官兵用得開心,但台灣政客似乎很憂心 有人形容,利達是非常離譜的事 那名安全出現大漏洞 還呼籲蔡英文當局盡快改善太平島的通訊設施 不過,蔡大大大統領都深深體驗過台軍的通訊系統有多先進 他試過與台灣的空軍通話的時候被解放軍打斷了 當場尷尬到臉都射了 他搞得怎樣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事件曝光之後,不少台灣網民都搶著抽水 有人嘲諷,笑死了還幻想抗中保台? 這場仗還怎麼打? 還有人讚嘆,匪夷所思,台灣奇蹟 還有些網民就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 指出,反正根本的水源、電源都是依靠大陸的 不差在上網也用大陸的供應商 起碼夠穩陣 不過小編最欣賞都是這一句 有人就說,在中國領土用中國的網絡 好自然,沒問題 說得好,絕對贊同 所以這件事等同於 掛了英文當國有一大堆 搞去中國法的結果 就是越搞越依賴中國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 大家見面